性侵犯假释出狱本来是应该要接受辅导的 但是管理太过宽松还可以任意请假 现在出了漏洞 曾经犯下了两起性侵犯入狱的陈国华 前年假释之后多次请假不上辅导课 导致去年他又以泡芙下药性侵了一名女店员 法官和白玫瑰就痛批 北市的卫生局怠惰麻木不仁 画面中的男子拿着下了迷药的泡芙 假装要给被害人试吃 结果才吃了一口 女子就觉得全身无力被强行拖到汽车旅馆迷间 这名可恶的性侵犯陈国华 原本在假释期间应该定期辅导 但他却多次没到还再度犯案 民间团体痛批行政单位有疏失 这个问题应该是执行上面带多的问题 但他有九次不到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没有去做好所谓的 第一次或第二次的时候就做到所谓的通报 陈国华曾在1998年因为两起性侵犯被判13年半入狱 三年前假释出狱并完成六次的出阶辅导 经过评估认为再犯率高进行进阶辅导 但陈国华却缺席九次 并且在去年再度犯案 对此卫生局表示陈国华都是请假未到 不是无故缺席 但是管理强度确实不足 都已经被列为进阶辅导对象 性侵假释犯却利用请假爱来不来 如果有关单位不制定严谨的管制措施 性侵犯恐怕只会疑犯再犯